小伙子怎么也没想到 正是自己天生懦弱的性格 最终竟逼走了 深爱着自己的主人 原来自从这个姐姐爱上了小伙子后 小伙子便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白天姐姐不仅在公司 就给她暗送秋波照顾有家 下班后 姐姐更是化身她最喜欢的暴力棚 和她进行只属于他们的游戏 甚至逛街 姐姐都会偷偷地将他们拴在一起 一刻也不愿和她分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伙子的前女友却忽然找到了小伙子 并希望与小伙子复合 而这一步正好被赶来的姐姐看到 看着前女友的出现 姐姐心里有了危机感 于是她希望从小伙子的嘴里 听到一句安心的我爱你 可一向软弱的小伙子 此时也乱了方寸 一直在左右摇摆 就这样 姐姐在小伙子犹豫不决下 伤心地离开了 然而更让小伙没想到的是 这次她不仅伤了姐姐的心 更是毁掉了姐姐的一身 不久之后 不知道是谁忽然在公司群里 发布了一条录音 而这条录音 正是几天前 姐姐为了迎合小伙子的喜好 在公司里打闹的录音 就这样 整个公司瞬间炸了 姐姐也因此被公司停职 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 公司领导更是为了过嘴瘾 把已经停职的姐姐 叫到公司开启了批斗大会 看着自己女神 竟被人骂得体无完肤 这位一生软弱的小伙 最终爆发 当着领导的面 就对姐姐表达了爱意 我要烧得体无关的位置 差了把他拿出来 我把他放到布 我给你一样 你这扑上去了 若是爱就是你 你问是你 出门了 看着小伙子竟然为了自己 终于男人一把 姐姐的心彻底酥了 以至于 她也不在乎 还有百万房贷的压力 直接拉着小伙子 一起炒了公司的油 就这样 从那天起 这对被世俗唾骂的情绪 终于可以幸福了 过上只属于他们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